他曾当众撕毁毛主席的文章 毛主席愤而起身质问 1936年 毛主席在与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莫聊天时提起他 他嘲笑我的作文是新闻记者手笔 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 觉得半通不通 但是几十年来毛主席却一直记挂着他 在他去世后 毛主席不但为其亲笔撰写悲文 这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依此为人提出的一方悲文 而且毛主席还照顾其遗孀二十年 一直到去世 那么他究竟是谁 与毛主席有着怎样的过往 能让毛主席对其遗孀如此关怀卑至呢 上面提到的人名叫袁吉六 湖南省宝京县苗乡葫芦寨原家平人 是清末秀才 湖南省长多次邀请袁吉六工作 但由于他致力于教育事业 均婉拘对方 一直到1913年 老乡陈润林出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校长 邀请袁吉六前去任教 袁吉六碍于老乡的面子 不好推脱 只好辞别家乡 来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授国文 没多久 毛主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这所学校读书 1914年春天 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被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毛主席被分到袁吉六所教的本科一部第八班 当时一周一四的作文课最受同学们喜欢 毛主席的作文由于观点新颖 文笔流畅 最受同学们的推崇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毛主席的作文到了袁吉六那里 却连及格的分数都没能得上 课上 袁吉六点名毛主席 润之君 今晚请你到我的房间里来 我们谈一谈 于是 毛主席当天晚上来到了袁吉六的书房 进入房间后 袁吉六对毛主席说 你的文学才能是不错的 我给你的批分缘何不及格呢 是因为你的写法不对 你用的是新闻记者的手笔 毛主席听后便解道 梁启超先生不也用的是新闻记者的笔法吗 袁吉六回应道 梁启超他的思想固然是好的 我赞成 但是他的文章半文不白 还叫什么新闻题 说完 袁吉六拿出一本韩昌黎 全集塞到毛主席的手里说 你看看 这里有新闻记者笔法吗 片刻后 袁吉六又递给毛主席一本诗集 你看 这是老朽之捉作 也是可以防鼓 何曾敢耍半点花枪 那一晚 袁吉六与毛主席聊了很多 一直到夜深人静 袁吉六才将毛主席送出房间 分别钱 他派着毛主席的肩膀说 只要你多读 多写 多想 多问 以你的文学才能 熟烂于心 顺应于手 自是指日可待 自此以后 在袁吉六的严格要求下 毛主席始终遵从四多的方法 勤学苦练 他读韩语的古文 读唐诗诵词词 无不读到能够背诵的程度 除此以外 毛主席还阅读一切 他所感兴趣的书籍 例如哲学 地理 历史等 那本由蔡元培翻译的论理学原理全书 不过十来万字 毛主席在书上标记的批语 就多大一万两千多字 正因为如此 毛主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为以后领导伟大的中国革命 打下了基础 毛主席曾说 我没有正式上过大学 也没有出国留过学 我的知识 是在一时打下的基础 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良好习惯 影响了毛主席的一生 毛主席对原级六学时博大惊深 以及对自己的影响感触颇深 毛主席曾对思诺说 多亏了原级六 今天我在必要时 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不过 原级六有时候因为要求太过严苛 毛主席难以接受 俩人难免产生争执 一次在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堂作文课上 毛主席在题目下写了一小句话 某年某月某日第一次作文 在教室里转有监督作文的原级六看到后 表示不赞成 他对毛主席说 我没有让你写这句话 你就不要写 重抄一页 对此 毛主席并未理会 而原级六在接连两次催促过后 看到毛主席依旧没有重新抄写的意思 一气之下 原级六怒气冲冲地将毛主席那篇作文当场撕碎 对此 毛主席气愤不已 当即站起身来质问原级六 并要求原级六与自己一起到校长那里去评理 原级六无以为答 最终 毛主席重新抄写了一遍自己的作文 但依旧没有删掉那句话 原级六只好作罢 经此一事 原级六进一步发现毛主席不但才华出众 而且有胆识 倔强 他也因此更加器重毛主席 原级六除了关心毛主席的学业 还非常支持毛主席的革命活动 因为他虽然是封建社会的秀才 但出生贫苦人家 思想非常开明 痛恨封建社会 同情贫苦百姓 原级六不仅饱读诗书 还写得一首好字 声名远扬 疑次 湖南省的唐生智将军想要原级六给他母亲写一块受贬 便派人前来拜见原级六 打出五百大洋请他写字 原级六看都没看前一眼 就对来人冷冷说道 我原某乃是山野之人 哪会写什么受贬 长官还是请回吧 说完拂袖而去 省长赵恒涕也想要原级六的字 但原级六也拒接了 但是对于贫苦农民 原级六却主动免费为对方写字 因为原级六知道 在那个年代 底层人物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太难了 他想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因此 在看到毛主席身无分文 却心怀远大理想 忧心天下后 原级六积极支持毛主席等人的革命活动 他希望能够推翻地质 让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 1915年 湖南省议会规定 新学期开始后 每个师范生都要缴纳十元的学杂费 这笔钱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 并不是一笔小数目 学生们都不大乐意 此时 有人反映称 这笔钱是校长张干为了讨好上司向政府建议的 再加上毛主席等原私师的学生 因为学校合并 要多读半年书 大家对校长极其不满 想要将他赶出学校 很快 全校罢课 学生们四处散发传单 揭露张干不忠 无效 不忍等事情 毛主席觉得 这没有击中要害 要把张干从校长的高位上拉下来 就要揭发他对上阿谀奉承 对下装横跋扈 办学无方 一物青年的事实 紧接着 毛主席起草了一份传单 并让人到印刷局印刷 带回学校散发 很快 这件事情就惊动了省教育司 他们要求学校复课 但是 学生们拒不同意 纷纷表示 张干一日不出校 我们就一日不复课 张干大怒 声称要开除毛主席等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 对此 原级六坚决反对 四处游说 称赞毛主席是晚天下于归王者 最终 在原级六以及徐特利等教师的劝阻之下 毛主席等人没有被开除 1918年 毛主席从湖南议师毕业 次年 原级六也离开了湖南议师 先后在长沙明德中学 长俊中学等学校教授古典文学 1929年 原级六回到新话 集中经历撰写文字原流文史学等著作 1930年 在长沙长俊中学担任校长的王继范 多次上门邀请原级六 到长俊中学教授学生书吧 原级六被王继范一片诚心所打动 终于答应到长俊中学任教 但是原级六提出一个条件 不必支付任何薪水 完全义无上课 否则就不交了 1932年 原级六金劳成级一定不齐 享年65岁 分别多年间 虽然毛主席忙于革命事业 四处奔波 没有机会再见老师原级六 但却一直记着他的恩情 除了在1936年对思诺提起原级六 对于自己古文写作的帮助 毛主席还非常关心原级六的家人 解放初期 王继范 罗元昆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反映 原级六的遗孀 带长真老人 子女颇多 生活困难 毛主席收到信后 毕竟给当时的湖南省主席 王首道写信 又据罗元昆先生来信说 曾担任我国文教员的原级六先生已死 其其恶犯等于 毕竟省府着雨接济 很快 湖南省政府责承民政部门 每个月给戴长真老人发放生活费 另外还给戴长真老人医药补助 以及营养补助 1951年 毛主席又亲自给湖南省领导写信 询问戴长真老人的情况 并派人将戴长真老人接到北京 参加五一节官吏 原级六没有机会看到 但却一直期望看到的新中国 他的夫人代替他看了 在京期间 日理万机的毛主席 曾三次单独接见戴长真老人 并设下家宴款贷 谈话中 当毛主席得知 原级六先生的墓葬未曾休息后 慷慨解囊 赠送戴长真老人四百元 为恩师修墓 戴长真离开时 毛主席还送了老人家 两大皮箱的薄礼 1952年 为了纪念恩师 毛主席亲自书写碑文 原级六先生之墓 并嘱咐湖南政府 为原级六先生立碑 这是毛主席一生中 唯一依词为人提出的 一方碑文 此后 毛主席每到湖南 都要问及戴长真老人的近况 有时候 毛主席亲自去看望戴长真老人 不方便的时候 就派人前去看望 1963年 戴长真老人患上结石住院 进行搁置手术 湖南省委统战部得到消息后 马上派出工作人员前去看望 并送上800元作为医疗费 期间 毛主席正好回到湖南 亲自来到师母病床前看望 在毛主席的照顾下 元吉六遗双的晚年生活过得非常幸福 1970年3月 戴长真老人去世 享年88岁 毛主席听闻噩耗 又委托周时钊给戴长真家里送去300元丧葬费 至此 毛主席关照了恩师遗双20年 他的情意 感动无数湖南人 无数中国人 字幕志愿者 张